当你打牌位时遇到一个卖保险的 然后 他好像被我的问题难住了 哥 说好了 只陪你打一把 打完之后你要记得下单哦 哦 是陪玩小姐姐吗 你这个涉险金额好像有点贵 还有没有别的类型啊 有的有的 等我审好英雄再跟你说 唉 这年头 卖保险要陪玩王者 那 你是卖保险的啊 太感动了 真是尽心尽力 大哥 我们这边有人生意外险 看你这么喜欢打游戏 可以选择现在来一份哦 这个跟打游戏有什么关系 小姐姐 我也想问 这个跟打游戏有什么关系啊 大哥 你也想来一份吗 现在有活动 很划算的哦 我是问这两者有什么关系 就是 你打游戏的时候 如果遇到很坑的队友 然后把你骑得心肌梗塞 那 这个保险就派上用场了 哦 原来是这样 那如果我当场去设 买了这个保险能复合吗 就是 能复合我就来一份 嗯 这个 我要是买一份 你能不能送个女朋友给我 这个 怕是有点难哦 兄弟 我跟你说哦 找女朋友就要找侄女 你想想哈 侄女让你多喝热水 那喝热水确实有好处啊 而且找的话 要找那种宅女 因为她除了宅 哪也不会去 是不是很放心 好 他有道理啊 那你会找宅女吗 怎么可能 我 我 我宅女 我除了工作外 其他时间都不出去 看啊 我要帮你撮合了 你还不谢谢我 她只是想让我买份保险而已 买了之后就把我踢开了 这都给你知道了 兄弟 你是过来人吗 哇 兄弟你是野王吗 这么猛 啊 我猛吗 都是一些正常操作而已啦 你学不学队友可以带我一个吗 不可以 我喜欢单飞 说好了 这把快结束了 我要准备给你下单了 这么久我才赢了一把 你说服那个兄弟带带我 多少钱我都买 这个 没问题 发生什么 小哥哥 你要 我不要 再见 还好溜的快 不然等下要我买保险